NBA新球季展開 國王首陣踢館爵士就籃勢兇手 Harrison Barnes帶頭創鋒 一接外圍三分出手 第一節個人就砍盡十三分 抱著國王一度拉出一波十比零的攻勢 緊接著第二節 他老兄手感依舊活燙 尤其這一次籃底下接獲傳球 一次反手扣籃 無論對手怎麼防怎麼擋 就是籃不住他 Barls光是前兩節 十一次出手就命中十球 當中還爆刮三分球 五投五中 感無虛發 今天單場33分 只有27分集中在前半場 有了他一人成起球隊 半場國王也一路領先 以72比58 將炎湖城給甩在後頭 而一籃後 美光燈要聚焦在狐狸哥及Aaron Fox 前老節九投只有兩中的他 第三節也找回手感 單次五投四正 獨攬十分 全場18分 五籃板六主攻 另外Sabonis表現也很不錯 單場22分 還有12籃板 交出雙食數據 不只一路擴大優勢 甚至到了最後決勝第四節 領先分差 更一度突破二十大關 比賽也就沒有懸念 國王130比114起開得勝 同時也中斷絕世連六季開幕戰 贏球紀錄 是因為拖荒者跟快庭的比賽 身為選手攤花的 Rusco Tennyson 沒想到開局就出現傳球失誤 Paul George帶球殺到前場 連受Russell Wadsbrough空中接力 下個鏡頭Bounce Highland 一擊背後沒有傳 招到Wadsbrough雙手爆扣 半場忍者歸十一分進勝 而Highland外圍三分長城炮火出手也有 半場同登同分手下十一分 搭配Paul George也砍下十四分 幫助洛成軍前兩階就建立 六十七比四十七的大幅領先 儘管快庭掌握比賽節奏 但Carway Laner說你們也不要忘了我 一籃後第三階包括這次飛神中扣 單階十三分 全場也送上二十三分 活力支援 另外Paul George全場最高二十七分 Sulback也砍進二十分 三階幫助快庭一度擴大到三十分領先 分問對手拖荒者 Deandre Ayton專隊首秀死投兩中 只拿下四分 儘管Brockton在第四階強籠尾盤 獨攬十三分 試圖逆襲 終究只是杯水車薪 最重一百二十三比一百一十一 是快庭收下省力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